大家好,我是美女小刘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加长麻辣香锅的做法 加长味,感受家的味道 做麻辣香锅可以多种食材,任意搭配 这里我准备了一些家里人喜欢吃的菜 锅里水烧开后,往里面加入盐 这样煮菜的时候可以增加点底味 然后把这些菜到锅里煮熟 这些菜煮熟的时间不一样,可以分几次 锅里油热后,转小火 加入一勺豆瓣酱 再加入麻辣火锅底料炒出香味 然后往里面加入葱姜蒜 再加入多一些的花椒和干辣椒段炒出香味 加入生抽 再依次加入刚才煮熟的菜,继续翻炒均匀 再依次加入刚才煮熟的菜,继续翻炒均匀 炒大概2-3分钟后关火 最后加入鸡精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,咱们这个家常版的麻辣香锅就做好了 上面撒些白芝麻和香菜就可以开吃了 麻辣过瘾,口味独特 麻辣过瘾,口味独特 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制作时间非常短 特别适合在家里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就爱吃上麻辣麻辣的 这也不能多吃 都让你吃上来一次 姐姐茶你就喜欢 没了吗 没了 你会人吃吗 我能吃吗 真的 烤,肋肉